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中共政治局6月27日开会确定二十届三中全会会期 当天抛出对李尚服和魏凤和两名前防长的处理决定 但官方没提及另一名中央委员 前拜长秦刚的处理 高媒报道 外界已经相信秦刚问题可能不算严重 或将平安着陆 而目前秦刚谨慎中共中央委员一职 未知三中全会会否处理 还有传闻指 秦刚或只是低调被调到外交下属单位 从副国级降到副局级 专家表示 这种可能性存在 但秦刚最终命运还是未知数 官媒27日发布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通报 宣布开除李尚服中共党籍 三中全会将追认李尚服开除党籍的处理 还将撤销其中共中央委员职务 比李尚服还早三个月被免去 外交部长的秦刚则没有任何的通报 秦刚去年10月和李尚服同时被免国务委员职务 今年2月底 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而非遭罢免 引发或将平安着陆的猜测 目前秦刚仅剩中共中央委员一职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在推特平台 就李尚服的官方处理通报表示 联想另一位带处理的中央委员秦刚 央视消息没有涉及他 或许择日报道 或许中央委员难保取消二十大代表资格 但党籍处理留有余地 或许开除党籍取消二十大代表资格 也待下月三中追认 只是不尽情城 最近有国内传出的消息说 秦刚已低调转到外交二线 世界知识出版社任社长 未确认是否接受党级处罚 也有消息说 他是任副社长 由副国级降到副局级 海外媒体试图向国内人士了解 但目前这些消息难以确认 据世界知识出版社有限公司官网介绍 该设是中共外交部所属外交和国际问题权威专业类出版传媒机构 现任董事长总经理 党委书记为崔春 对于秦刚被贬值的安排 海外时评人士胡平认为有可能 免官降级使用 去做一些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工作 这个是可能的 估计秦刚就是涉及婚外情的问题 按照共产党的党纪 有这种事情还是要受处分的 当然 共产党里这种事情太多 只是一般都没有公开曝光 而秦刚的事包不住了 所以习近平也不能不处理 胡平认为什么间谍 别的情况可能性很小 腐败也不会算严重 整个官场都腐败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毅分析 现在其实习近平不认为 他应该要对秦刚的事情做任何交代 他可以不做任何解释 这次不公布秦刚的事情 应该是有一些难言之意 比如 秦刚知道中共在美国放间谍气球的事情 习近平竟然事先不知 这泄露了习近平并没有掌控中共军队 另外就是秦刚事件涉及与王毅之间的内斗 秦刚和傅小田的婚外情因此被抖出来 傅小田与秦刚有染 本来发生在秦刚受习近平重用当外长之前 这对习的用人形象也是非常大的破坏 所以他干脆低调处理 不过冯崇义认为 现在当局对秦刚的最终处理还是未知数 可能要过了三中全会之后 等事情淡化再说 至于这次高调处理 李尚福和魏凤和 是因为习要树立他的军威 要表现出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上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菲律宾单陆省自治市班班市长郭华平 设非法境外赌博身份神秘 被菲律宾国会议员质疑 是中共间谍 以假身份参选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调查发现 郭华平与中共女间谍指纹完全吻合 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参议员洪迪威6月27日指出 国家调查局已证实郭华平的指纹 与十几岁时使用中国护照 进入菲律宾的女子的指纹相符 证实了大家的怀疑 这个被停职的市长是个假菲律宾人 被装成菲律宾公民协助犯罪活动 另一位参议院张乔伟 已要求总检察长办公室 加快对郭华平的调查 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在确认 是否有理由对他提起诉讼 而这可能将质疑 郭华平作为公职人员的依据 郭华平的律师大卫说 现在发表评论还为时过早 因为当局尚未审查相关文件和证人 郭华平背景十分神秘 她出席非国会参议院听证会声称 她是华人爸爸与菲律宾女佣的私生女 自己在养猪场长大 在家里出生而不是医院 17岁时才登记出生证明 她声称高中前完全在家接受教育 却提不出协助在家自学的机构名称和学习计划 只说出一名老师的名字 郭华平2021年突然横空出世参选 就当选班班市长这极不寻常 因为菲律宾地方官员通常出自政治家事 但他姓郭 在菲律宾华人并不常见 就连总统小马克思也说 没有人认识郭华平 我们也想知道他来自哪里 如今证据显示 郭华平和2003年持中国护照 来菲律宾的郭华平指纹问和 菲律宾警方去年3月突袭班班市 一处伪装城Pogo离岸博弈据点 里头其实占地8公顷的诈骗园区 救出了近700名的猪仔 其中有202名中国人 还有73名被迫进行网络恋爱诈骗的外国人 而市长郭华平竟拥有涉案的Pogo的一半土地 而且就在他的办公室后方 资深财经人士老蛮在推特发帖 作为华裔女市长 在郭华平的庇护之下 当地在短时间内就搞出来一个电信诈骗园区 在里面从事诈骗工作的人数超过700人 其中华人的数量超过200名 郭市长辩解说 自己的股份已经卖掉了 并且对园区内的电话诈骗活动不知情 这当然就是狡辩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园区还有两名股东 林宝英和张瑞金 他们都在今年1月份被新加坡当局逮捕 罪名是洗钱 那是新加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洗钱案 仅定罪金额就超过30亿新币 实际洗掉的钱当然远远超过这个数 也就是说 这位郭女士 她大概就是这种东南亚地下产业链里的代表性人物 诈骗获得黑钱 然后再洗干净 这一整套流程 可以说她全都有份 并且她还获得了菲律宾的官方身份 这当然更有助于这一套地下产业的运作 现在唯一好奇的是 郭华平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中共权贵的参与 也就是这一套成熟的地下产业链 是东南亚的华裔们自己在运作 还是有些中共权贵的鼎力支持 老实说 电话诈骗案件履禁不止 相关的账款被洗出中国几乎不受限制 一直都怀疑这套体系背后 有着中共顶层权贵的深度参与 甚至是主持 这位郭女士能把自己的身份隐藏得如此之深 没有某种强大政治力量的参与 我是不信的 且看菲律宾接下来 能把这案子追查到什么程度吧 近期中共当局针对社会公众的抓间谍宣传日趋升级 上海南京及武汉等地部分居民 最近接到了居委会通知 要求他们不得接听海外朋友来电 6月27日报道 一位旅居日本的网民安琪讲述 现在中国的抓间谍宣传就像是一场运动 她和在南京的叔叔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 最后被居委会人员敲门打断通话 居委会询问叔叔在跟谁通话 还问你跟海外谁聊了一个多小时 海外华人宋女士也表示 她上周和上海的一位朋友聊天 小区管理人员随后找到这位朋友 告诉她不要接听海外的电话 还有一个上海的朋友说 现在搞运动没特别事 不要打电话给她 宋女士说 她在国内的一个微信群里 看到小区给业主们通知 要求业主不要谈论政治敏感话题 不要发布健康的信息和图片等 还有网民表示 近期各地居委会网格园京城 以防止居民遇到电信诈骗为由 劝说居民不要接听海外来电 武汉江岸区居民葛先生表示 他们小区也出现了上述情况 有问你的电话来自海外什么地方 境外电话要小心 如果在电话中说了什么 派出所就会找你的麻烦 他们就怕你把真相告诉外面 江西景德镇网民杨先生对此表示 当地社区人员盘问居民 与海外亲友通话内容的现象 已经存在多年 但是最近情况有点特别 其实一直都有 现在更加极端了 言论环境会越来越糟糕 以前相对来说还可以说几句 现在你什么都不说 他们照样可以封你的号 自己的抖音账号 莫名其妙的被封了一个月 近日在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工作了9年的外籍助理教授 比约恩亚历山大杜本博士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 被神秘解职 并被要求两周内离开中国 此时凸显了中共日益严格的言论控制 法律合约的随意性 在稍早前的习近平访欧结束成果几何报道中 杜本博士发表了 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妾子 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 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 习近平的行程有趣的遗漏了布鲁塞尔 他很可能故意忽略这一点 虽然马克龙邀请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前往巴黎参加了与习近平的会谈等无阻意见 据杜本讲述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 他突然收到所在学院国际秘书的微信问询 秘书指出 众所周知 高校必须对国内外媒体任何形式的采访负责 随后杜本当天原定两场讲座被通知 因为无可用教室讲座暂停 半小时后一位同事通知杜本 他的所有讲座和课程教学都被无限期取消 即刻生效 他在吉林大学的工作也将被终止 同事说 这是由布祥的上级主管部门做出的决定 杜本持有校期至2033年的中国高层次外国人才签证 但该同事指出 该签证将被取消 并转换为人道主义签证 只能让他在中国再逗留两周 该同事给杜本两个选择 第一个比较友好的选择是 亲自向吉林大学递交辞职信 另一种比较难看的选择是 接受某种纪律调查或法庭审判 谈话结束后 学校的党委书记和一位行政人员出现 非常简短地确认了该同事通知的内容 并敦促杜本于次日递交正式辞职信 杜本坦言 虽然我并没有主动辞职的打算 但我担心对解聘提出异议 实际上是在与中共当局找查 这样的选择风险太大 而且无论如何都只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因此我放弃了 在杜本第二日递交辞职信后 鉴于其合作态度 管理人员通知其签证 无需转为人道主义签证 但其本人必须在两周内离开中国 并且如果他今后试图再进入中国 会被拒绝入境 该管理员明确表示 这是上面的指示 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中国大学从事政治 或国际关系领域工作的外籍教师 人数并不多 而且杜本认为 近年来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 在最近与我交谈过的外国同事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告诉我 他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中国 杜本表示 由于政治以及经济社会等 决策的封闭性和不透明性 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 都严重缺乏可靠的信息 而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恶化 6月28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前副书记李彭新被逮捕 李彭新被指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在青海提拔的亲信 有分析指出 这个举动可以理解为 这是对赵乐际围剿的一部分 对赵的清洗还在进行中 28日 中共最高检通报 李彭新涉嫌受贿案调查终结 相关案件移送起诉 因其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现年63岁的李彭新 曾在青海内蒙古新疆自治区任职 其在青海工作超30年 曾是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6年 李彭新任新疆党委副书记 2023年12月 李彭新落马 今年6月17日被双开 李彭新被指控陪职个人势力 搞七个有知 不如是说明问题 卖官 长期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 腐化堕落 贪婪无度 政商勾连 大搞新型腐败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矿产开发 企业经营 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私利 并非法收受股权股份等巨额财物 值得关注的是 李彭新被指与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关系密切 海外食品人士蔡胜昆在推特分析指出 李彭新是赵乐际在青海提拔的亲信 李彭新发迹于赵乐际担任青海省委书记时 赵乐际于2003年至2007年任青海省委书记 2005年45岁的李彭新担任青海省委常委 此后近20年辗转内蒙新疆等地 一直在副部级位置上徘徊 青海前政协委员王瑞琴也曾在推特平台发文说 李彭新和之前落马的中共国资委前副部长及官员 都是赵乐际在青海的旧部 他们在青海官场深耕30余年互相很了解 王瑞琴指出 李彭新被抓很不正常 这个举动可以理解为这是对赵乐际围剿的一部分 对赵的亲信还在进行中 赵的亲信基本被团灭 北京正利用小额豁免的漏洞来逃避美国关税 根据统计今年预计将有14亿件 总价值达660亿美元的包裹 利用上述豁免条款进入美国 较2019年的5亿件增加了近三倍 英国经济学人6月27日刊文 经期以来许多卡车在连接加州与墨西哥边境城市 地华纳的澳泰梅沙通道等着进入墨国 这些卡车不会开远 入境后紧开到距离边境约15公里处的仓库 卸下货物 再把货物分装成小包裹 接着再回到美国 通过这个所谓的地华纳两步骤的做法 这些从中国制造进口的货物 虽然卖到美国 却不用支付关税 这全是因为美国贸易规则中一项称为 小额豁免的漏洞 在这规则下 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进入美国 不需要支付关税 据报道 这项漏洞暴露出美国关税策略的缺陷 一级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实体零售商 必须支付关税 但海外竞争对手却能逃避缴税 数据显示 从中国进口T恤进美国的零售商 需缴纳16.5%的关税 7.5%的中国特定税率 以及佣金与曝关费 这就是为何中国快时尚电商 深印贩售的女性服饰商品价格 能比H&M便宜39%至60%的原因之一 根据美国国会近期一份报告 2022年H&M和GAP分别缴交2.05亿 7亿美元进口关税 施印和托米却一块钱都没缴 为解决此问题 自今年5月开始 美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要求外国包裹寄送者申报内容物 申报资料不完全者 包裹可能会延迟清关接受检查 在未来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也会要求包裹寄送者提供商品页面 以利美国当局核实价格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正在研拟一项法案 计划把英科关税的商品 自小额豁免条款中移除 也有议员计划提案 将小额豁免门槛调成与贸易伙伴一致 例如中国豁免门槛为7美元 文章也指出 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 没想象中简单 一方面移除小额豁免条款 可能惩罚到美国经济困顿的消费者 且在政府努力想控制通膨的情况下 本而导致商品价格升高 另一方面 若不移除此漏洞 等于让中国能用类似自由贸易的条件 进口货物 但美国零售商却面临 需要缴交关税的窘金 中国房价继续下跌 南京周边的巨融碧桂园房价 从13000元每平米 已经降到了现在3000元每平米 而江西南昌一名业主 降价30万卖房 感叹心都在低血 网友无奈地表示 房价已经下跌成了笑话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自媒体人小马近日表示 南京周边的巨融的房价 已经从13000元跌到3000元 购房者的心都碎了 2017年巨融房价飙升 碧桂园凤凰城爆出 史上最高13000元每平米的价格 首批买方人惊呼赚翻了 但此后就风云突变 很多人当时买了那里的房子 而现在去看一次房子就哭一次 房子价格更是面目全非 一个朋友表示 当初每平米13000买的房子 到现在还没有卖出去 单价已经跌到3000多了 跌幅足足1万每平米 这相当的恐怖 当初在巨融碧桂园买房子的人 都希望靠房子投资赚钱 因为南京市区的房价 基本上都是5万每平米买不起 所以在巨融买房 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后悔莫及 无独有偶 郑州恒大楼盘每平米 也从11000降到了3000多 河南郑州的自媒体人小王 28日发视频 实拍郑州西南方向的 甲域镇东临湖的房子 小王说 小区附近有地铁站 楼盘也被称为了地铁房 201819年 当地的房子最贵达到 11000每平米 当时自己家里马里套 120平方的三室两厅的房子 9000多每平米 当时大家都觉得 等地铁通了之后 房价会迎来一波上涨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之后这几年 房价是连续下跌 哪怕是地铁通车了之后 房价还在继续跌 现在二手房成交价 已经跌到三四千 湖南市民小花近日表示 自己在南昌做生意 房子当时是花了 100万左右买的 但是这几年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生意一落千丈 不得已要把这套房子卖掉 几次被砍价 房价一直在下跌 最终亏了30万 才把房子卖掉 小花坦言 成交价格让她难以接受 但为了还债 只能把房子卖了 好了 以上是 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